好 接下来他说他们还sign a contract 他们还签署了一个合约 Promising to speak only French 保证只说法文 而且要throughout the summer work rate program 要穿越整个暑假计划期间 你都只能only speak French 只能说法文 而且是签合约的 所以可能会有违反的话 会有可能赔钱 或者是一些违规的一些事情 会有一些处罚 好 所以他就怎么样 他非常的struggle 他就努力的去说 struggle to fully communicate in second language 画起来 struggle可以有分成努力挣扎 那边翻成努力比较好 所以他就struggle to 他就非常努力的去完全的communicate 完全的沟通in language 用in 就用second language叫第二外语 这种努力主词是这个字 所以动词用单数 努力用第二外语学习说话 所以就was both 是不仅怎么样也怎么样 both nerve-breaking and exciting 这个努力的想用法文说话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nerve-wrecking 就是很紧张很紧绷 而且非常的exciting 非常的兴奋 好 那也很幸运 luckily 当你一个人资深在没有熟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交朋友很重要 所以很幸运的luckily luckily i soon made a lot of new friends 他交到了许多朋友 and together 而且在一起 we went on several trees 在一起去了很多次的不同的旅行 on one of which 在其中一次旅行当中 we went whale watching 我们去看了赏金 when whale watching 叫做去赏金 这是个片语 go whale watching 就像我们学过的go swimming go camping go picnicking 所以go whale watching 就是去赏金的意思 然后我们就去了做赏金 然后so 哇有机会看到 看到叫感官动词 看到这个giant homebag whale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巨大的homebag 这个座头巾 即使当天even though it was rainy 即使那天下雨天宫不作美 可是还是心情很美丽 even though是一个连接词 后面加上句子 even though是连接词 所以后面是句子 即使外面下着雨 但是能够很幸运的看到 坐头巾 by the end of the summer 终于到达了暑假的最后一天 I could communicate 他终于能够沟通了 因为他很努力 对不对 他静置在这样的发语区当中 所以他能够沟通 I can communicate quite fluently 我能够沟通的相当 fluently 流畅的 with the local 跟当地人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my own country is something unique and valuable 所以这一个外语学习 foreign language 就是外国的语言 叫做 foreign language 我们直接翻外语的 外语的学习经验 在我自己的国家 虽然他是加拿大人 在自己的国家学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叫法语区 就是那边的人就是法国人 所以他们不讲英文 所以在那边 就是非常的something unique 非常独一无二的东西 非常的valuable 有价值的 好 所以我们这题 这边的答案 各位可以跟着 老师刚刚的文章讲解 就可以知道答案是怎么来的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大题 叫sentence matching 就是你要把这边的题目 跟这边的题目做配对 好 所以at the time 叫做在当时 写一下这个很常见 叫在当时 在当时17岁的我还不知道 I have no idea 就是我还不明白 不明白 不知道 他其实在当时17岁说还不明白 其实他这次的决定 是对他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I have no idea that 超面加紫具 I have no idea that I will live abroad 我不知道未来 我竟然会到国外居住 答案是a 12题 fully immersed in 这几个字非常重要 fully immersed in 就是全然的静置在 environment 这个字叫做环境 能够全然的静置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所以答案是什么比较好 答案是1 I learned more French than I did in the last 6年 所以我学英语 我学法文 我学到更多的法文 比起 这个than是个比较极 比起 我呢 学法文在那一个月当中 学的法文竟然比我在过去的 I did in the last 6 years 在过去的6年 学的还要更多 因为你是怎么样 全然在这个环境当中 当然学的快 好 第13题 I walk alone the carbo street 我沿着这个鹅卵石街道走 然后呢 and took a picture and took pictures of the many beautiful buildings 而且造了许多漂亮的建筑 好 那这个taking 它其实是哪两个字的缩写呢 叫做and took and took and t o o k 你要知道原因 and took 它是分词构句 and took a photo saw 可以改成taking photo saw 好 再来最后两个翻译 我第一次拜访女友的家人是非常紧张 紧张好紧张哦 紧张就是你胃里有蝴蝶 I had a butterfly in my stomach 我在胃里头有许多蝴蝶飞啊 我来call on what is call on call on 就是拜访的意思 写一下call on 叫做拜访 我拜访女友的家人的时候一定很紧张 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留下好印象 这是拜访好 再来第15题 knowledge 叫知识 hard word 叫努力 知识跟努力会帮你怎么样 pave the way for 可以为了什么东西做铺路 pave the way for the success 为他的成功而铺好道路 这些就是先苦后干 有这些东西的基础 你后面就会走得平顺 pave the way 留意他是过去式 他这个人的 success 他这个人为什么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他的成功 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之前付出的努力 他的知识跟努力 是帮他铺好道路的最大工程 好 那这是我们9月28号的讲解 9月28号的讲解 透过讲解 你听过一遍做过笔记 相信你在真的面对这张考卷的时候 不会觉得那么的困难 好 那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讲解咯 那我们下回见 See you 再证换